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孩子们可以再起来摸彩蛋 那我们管家复活叫Easter 所以这个特别的节日在2020年完全的跟过去不一样了 是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思念 我们看到到了今天为止 全世界就有160多万人被感染新冠状病毒 那么也有呢 这个很多的人失去了生命 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纽约 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城市 洛杉矶都是被瘟疫威胁最大的一个城市 尤其是纽约 所以我们在为纽约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到了这个复活节 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复活的意义 在瘟疫肆虐的时候看复活的意义 这个更加的特别 所以那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 这个瘟疫 瘟疫好像最早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人类的威胁我们并没有注意 尤其我们在美国 我们并没有在意这个瘟疫的到来 所以呢 美国人也不戴口罩 我们中国人戴了口罩 那美国这个总统告诉大家 待在家里 大家也不愿意待在家里 所以呢 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对这个疫情的不重视 所以导致今天的这个瘟疫 对我们美国的危险 所以我们在时候还是要为美国这个祷告 求神赐下怜悯 赐下医治 赐下拯救 赐下慈爱 来临到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说 我们刚刚过了育月节 那这个育月节 是在这个礼拜五 我们刚刚的度过这个育月节 在这个育月节里边 我们看到了上帝 上帝来拯救他的子民 我们也看到在育月节里边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时的架上 然后呢 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因着耶稣基督保险的遮盖 我们生命有了全新的意义 当育月节过后 我们就马上到了复活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时的架上 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 耶稣也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那么今天是主日的第一日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记载着圣经 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马太福音 我们弟兄姊妹来打开圣经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 我来读啊 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和我来读 安息日将近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定时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看那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抱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必见到我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在受难那一日 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告诉说 他是被比拉多定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告诉的门徒 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受祭祀长文士的害 但是我第三天要死里复活 门徒们都没有怎么记得 耶稣说的这句话 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 看见耶稣复活的 最早看见耶稣复活的是谁呢 是这些妇女们 因为这个两个玛利亚 摩达拉的玛利亚 他到主的坟墓的时候 主就对他说话 主就对他说 愿你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当我们遇到 这个瘟疫的时候 来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所说的话 愿你们平安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很多人失去了平安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工作 我们很多的小企业 面临着倒闭的危险 我们甚至很多的开餐厅的 开一些小型企业的弟兄姊妹 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我们都没有钱来付房租 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 这个日子还有多久 那最近在一直打电话 关怀弟兄姊妹 跟弟兄姊妹 在分享的时候 弟兄姊妹都有淡淡的忧愁 或者心里还有一些恐惧不安 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会怎么样 所以牧师除了为他们祷告 也通过这个复活节的信息 让弟兄姊妹在基督的里边 我们有盼望 我们不要惧怕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 必与我们同在 我们看到耶稣 在什么时候复活的呢 复活的是在 我们为什么基督教 要在礼拜天来崇拜呢 那我们知道犹太教是礼拜六 他们叫安息日 我们今天基督教有很多很多的宗派 也必要强调礼拜 礼拜六 比如说安息日 当然很多的神学家认为他们是异端 这个安息日也认为是礼拜六 应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 因为当首安息日嘛 可是基督教为什么要礼拜天呢 因为基督教就是要 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所以星期天应该对基督徒来说 是个salvation 是个庆典 庆典什么呢 那位定死在神架上 那位埋葬地上 在阴间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复活了 那这位复活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信仰的核心 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 死里复活 那我们今天就无法来相信 上帝的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有几端的经文 讲到了神 告耶稣的复活 所以耶稣说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到十九 说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祀长和门师 要被他们定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鞭打 定在十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 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的 然后耶稣又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那么在罗马书也告诉他们说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叫他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们看到 首先第一点 耶稣的复活 是上帝的预定 是神上帝的预定 他是上帝一个总体的救恩计划 所以耶稣复活 是上帝的救恩计划 那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说 因为人犯了罪 人犯了罪 神跟人不能够和好 那么神在寻找人 你们怎么样 记住啊 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 人在寻找永生 寻找上帝 但是基督教告诉我们不是的 基督教说 神在寻找人 因为你是他造的 所以他要找你回家 他找你 可是我们都失落了 我们都犯罪 我们在黑暗中 我们不能见光 所以神说 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 亚当不能见神啊 因为神日光 在他毫无黑暗 那我们是黑暗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一个宗宝 这个宗宝 就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神在人类犯了罪以后 就定了这个计划 这叫救赎计划 这个计划 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 上帝的第二个位格 道生肉身 成为人的样式 来到我们中间 然后呢 为我们死 所以为我们死 待我们死 那我们就可以有了 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这位神 是待我们死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认罪 我们要承认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 只有他 唯有他 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所以呢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这位神呢 我们这位耶稣基督 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是顺服了 上帝的旨意 顺服了上帝的 永恒的计划 所以菲利比书 第二章第八节说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 第二个位格 他谦卑的来到我们中间 纯心的顺服 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也看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 格里多前书第十五章 保罗在 十四节到十九节 保罗讲了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看出的经文 保罗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传的便是枉人 你们所信的 也是枉人 并且明显 我们是为神 枉做见证了 因我们见证神 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信的便是枉人 你们扔在罪里边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时又指望 就比众人更为可怜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是枉人 我们所传的就更是枉人 因为基督复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是神永恒计划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个计划 就是基督救我们 基督救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枉人 枉人就是虚幻 虚空 妄想的意思 那么任何一种信仰 都可以归为信 信和复活两个部分 如果一个信仰没有信 就不成立信仰 如果一个基督教 一个信仰没有复活 它就不是真的信仰 所以我们感谢主 这个信仰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相信 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么耶稣基督复活 是有包括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一个是信 如果 这个我们在 这个 这个使徒信中 读到一段话说 我信 死里复活 这个很重要 你看 我信上帝 我信耶稣基督 我信圣灵 我信教会 我信死里复活 我信永生 所以这些 这些相信 对一个基督来说 非常重要的 因为信是 所望之事的实理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这信 在我们眼见之前 很多人说 我眼睛看到了 我就信 这个是不对的 你信了 你看到的 就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神的面前 第二点 我们刚才说 除了信以外 我们还要有 这个 认识复活的事实 认识复活的事实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 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 我们先第一点 基督的复活是神永恒的计划 第二点就是 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 所以我们刚才说 因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 包括这个四个福音书 都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尤其 我们看约翰福音 也是记载着 非常的清楚 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么 这个 约翰福音说 七日的第一天 天还没有亮 摩达拉的玛利亚 摩达拉的玛利亚 就来到坟墓那里 他指了一个玛利亚 马太福音指了两个玛利亚 对不对 这两个玛利亚都不是耶稣的母亲 一个是摩达拉的玛利亚 一个是 哥德巴的妻子玛利亚 所以我们看到 当他们就看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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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墓就拖开了 但是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说 彼得在那里 那么 他们就告诉了彼得 彼得就跑过去 然后呢 这个玛利亚就向 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对不对 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然后耶稣又向他的门徒显现 然后呢 耶稣向他门徒显现 门徒是最忧愁的时候 忧愁的时候 那天晚上 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他们就把这个房子门关得紧紧的 他们 不想要犹太人进来吧 他们关得紧紧的 之后耶稣就进来了 门没有开 耶稣进来了 这是耶稣已经 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耶稣进来 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 愿你们平安 所以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平安 平安 所以在苦难中 我们需要平安 在患难中 我们需要平安 在疾病的时候 我们需要平安 在缺乏的时候 我们需要平安 所以今天这个平安 要临到 我们要为纽约祷告 让平安临到纽约 让平安临到 那个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临到我们洛杉矶 也临到欧洲 临到意大利 临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 因为人们都缺少了平安 我们今天看到 我在这个脸书上看到说 这个有一个人啊 他披麻蒙灰 他就每一个从纽约开始 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走 告诉我们 悔改吧 悔改吧 来到上帝的面前 悔改吧 只有耶稣基督 才跟我们平安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们 看到耶稣 他们就欢喜了 在那个时候你知道 耶稣不相信 跟我们很多人一样 这个人叫多玛 叫怀疑者 多玛就是怀疑者 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怎么说 耶稣说 你看在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敌土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有和他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看见主了 多玛说 我非要看见 他的手上的钉痕 和手指头 探入他的钉痕 在他的肋旁 否则我不亦相信 那么耶稣也向他显现了 向多玛显现了 耶稣对多玛说 多玛 这个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迷惑 总要信 不要疑惑 多玛就怎么说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那个时候他相信了 所以可是神说 耶稣是什么 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人 是有福的 那请问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看到耶稣 复活的样式吗 你看到了 你的手伸到了 耶稣的肋骨里边 没有吧 你有没有伸出 他的手的钉痕里 没有 但是感谢神 你信了 我信了 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相应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圣灵就在我们里边 就让我们来认识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我还相信 我们的神 必要对你说话 必要告诉你平安 在这个患难的时候 对你说平安 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保罗也在这个 罗马书里也讲到了 他说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三到八节 他也讲到了 他说 我当日所领受 要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按照圣经所说 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了 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 当然指的是 旧约圣经 就是圣经里的预言 圣经的预言 预言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死了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呢 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其实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传福音 传福音 我们传都不知道传什么 传福音就是传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嘛 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嘛 传我们信他就得救嘛 所以圣经怎么说 我们当日神传给我们的 第一 就是照圣经所说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第一步 第二步 埋葬了 死了 不是昏迷了 是死透了 而且埋葬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这就是福音的内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大胆的来传扬 主耶稣的福音 耶稣为你死的 耶稣也为我死的 而且耶稣死里复活了 他复活了 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 我们就要永生的盼望 我们就不怕 不惧怕今天的疾病 不惧怕今天的瘟疫 我们也不惧怕今天的死亡 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说 然后这个保罗就讲到说 并且显给基法看 你看首先我们刚才读了 马太福音 第28章 我们读了约翰福音 我们读了这两段的经文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 显给了摩大拉的玛利亚 显给了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 那显给了彼得看 后来就显给十二个门徒看 包括多玛 包括那个怀疑者多玛 然后这段很重要 听随便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有的是睡了 但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那个耶稣向他显现那批人 一大半还活着呢 如果保罗在那里说谎 很快就被揭发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保罗在那里可以大胆地宣称 耶稣向这么多人显现 然后保罗最后谦卑地说 以后显给雅各看 又显给众使徒看 最后呢 显给我看 我如同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所以最后显给了这个保罗看 所以我们刚才说 那么从保罗来讲的 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啊 他的显现呢 他首先显现给他的门徒 显现给保罗 显现给五百多弟兄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第二点我们看到 历史的事实表现在空的坟墓 所以那空坟墓 我们唱的有诗歌说 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 没有一个人的坟墓是空的 除非你的坟墓被盗了 对不对 但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 耶稣基督坟空的 我们的圣经集团说 那个坟墓 当耶稣被埋在那个坟墓 是谁的呢 是一个叫做约瑟的 一个有钱人 他把耶稣接过来 放到他的花钱买的坟墓里 是个洞穴 那么那个洞穴 当把耶稣用高油膏 搞一层层 一百斤的香膏 香膏一百斤 那你现在你没有看得过 香膏一百斤 你总会看到那个油 是一百斤的油 该有多少呢 对不对 很大的一桶啊 一百斤 然后他把耶稣 抹一层油 用白布裹一层 然后抹一层油 再裹一层 抹一层油 从头到脚 都要抹的 所以三天以后 如果那个人 就是没有定死 那个人也被憋死了 所以耶稣是死透了 记住啊 死透了 那么当这个坟墓 耶稣放好之后 他们用了一个大石头 把这个坟墓 这个给挡住 这个大石头 有多大呢 有一吨半到两吨重 是几个人拿不动的 拿不动的 是要一群人 才能够把他推动 然后呢 他也派了一个班的士兵 十几个士兵 在那昼夜的把守 如果耶稣被盗了 被盗了 那些士兵都会被死刑 按照罗马的法律 一个犯人走了 那你就替他走 你就替他死 一个死刑犯走了 你就替他死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复活 有空的坟墓 第二天我们看到 尸体是找不到的 我刚才讲了这个 裹了那么多的墓 圣经告诉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那个裹尸墓 还在原处放着 那个裹尸墓 就像人的样式 在那里 不是被割开 是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裹尸墓里的人 就像那个蚕 蝴蝶离开蚕蝶 蝴蝶离开蚕一样 蚕离开那个壳一样 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只有是上帝 才能做到的事 所以上帝叫他复活 他就复活 所以使徒行传说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情做见证 第三点我们看到 历史上有多人 看见耶稣的复活 除了那个摩大拉的玛利亚 十二个门徒 五百多弟兄 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 还有末了耶稣向保罗显现 这么多的见证人 他们来见证 耶稣的死里复活 在当时 死里复活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当他们讲的见证 人们都在不断地在补充这个见证 我们看到耶稣死里复活 是个历史的事实 第四点我们看到 我们从门徒的改变中 看到耶稣的复活 门徒们都很软弱了 耶稣定在十架 你知道我们看到 这些门徒跟耶稣 都有不同的想法 对不对 那这个保罗呢 不是保罗 那个彼得呢 也有他的想法呀 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和雅各呢 也有自己的想法呀 甚至约翰和雅各 还要争 哪个坐在主的左边 哪个坐在主的右边呢 对不对 很多想法 包括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 他有自己的想法呀 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 各自的想法 但是他们在十架面前 全部都软弱 全部跑了 耶稣定在十架上 彼得在基教之前 三次不认主 这个大门徒 其他的门徒都不用表现了 写起来 我估计 有的可能还不如彼得呢 就不记载了 不记载了 只有约翰一个人 站在玛利亚的旁边 所以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 门徒们做鸟兽赛 可是 门徒们怎么突然几天之内 就一下都回了 而且复兴起来了 原因就是 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 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们都奋养起来了 然后等候圣灵的降临 使徒行传告诉 五序节圣灵降临下来 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就讲起神国的话来 然后 这个 这个彼得就讲道 就三次人信主 然后有人类历史的第一间教会 叫耶路撒冷的教会 就被建造起来了 你看这门徒的生命的改变 你的生命改变 一定是有一个切记 一件什么事件是你改变 你不可能的 说遂大教就能够改变 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 耶稣复活了 耶稣来到他们祷告的 惧怕的门 那个房子里面 门没有开 耶稣进来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看到主 那个形象完全的改变 就像登山变相式的形象 那就未来我们 就是那个形象 那就是一个荣耀的形象 所以他们那天看到 哇 主真的复活了 主说的话说 我要被钉死 我要被埋葬 我要死里复活 全部兑现 所以他们就 完全的看到了 这个永生的盘 他们就跟踪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就 就奋行起来 赐主为主 做先生 最后一个一个的 为主殉道 为主殉道 只有约翰 是没有为主 是活到这个牢 离开的 那这个其他人 全是被钉死啊 被砍头啊 这个这个这个 被盗定十字架呀 全部为主殉道了 但是感谢神 这一代使徒 为主做了 最美的见证 他们不仅 写出了圣经 他们也建造了教会 他们也成为 我们今天 众弟兄姊妹的榜样 所以因为他们 看到了耶稣的福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患难中 你祷告 你如果看到 耶稣今天就站立在你面前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耶稣会对你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对圣经里 所门徒说的话 都是对你我说的 愿我们平安 在患难中平安 今天我们在纽约 如果我们这些 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 我们就没有惧怕 为什么美国人不怕 他们不太怕 他们很多人不戴口罩 有的他们有信仰嘛 有信仰嘛 所以他们不太惧怕 当然还是要防备啊 上帝让你在地上的时间 你还得传福音啊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些的 我们从这些的看到 这些的 看到历史的事实 耶稣基督复活 到今天 也没有人能够否定 耶稣复活 据说斯大林 曾经下过功夫 想否定 耶稣的复活 他派了七十几个 这个考古学家 来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附近 来考古 看看耶稣 找到耶稣 没有复活的证据 结果呢 我跟你讲啊 七十多个 就回去三个 都不回去了 因为找不到证据 回去就被杀嘛 所以就那三个回去了 真的就被砍了 被枪毙了 所以这个 这个其他的都跑了 跑了 因为他找不到 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 今天前级的科学家 考古学家 没有一个 找到了耶稣 没有复活的证据 但是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耶稣 复活的证据 第一个 从旧约上帝的语言 第二个 从耶稣复活的 那一个一个的步骤 那个改变 空的坟墓 看到这个 这个 门徒们的改变 而且在犹太人的历史学家 约瑟夫 他在写犹太古史的时候 他也记得 拿撒尔耶稣 死里复活 不在坟墓里边 不在坟墓里边 感谢神 我们有一位 复活的主 哈利路亚 成为我们生命的安慰 第三点 我们看到 基督的复活 是我们永生的叛马 Amen 感谢主 所以最近 这个 看到了美国 因为这个新光状病毒 死亡的人 已经一万多了 一万多了 那么 我相信这个数字 还要增加 那作为他们死难者的家属 何其的痛苦 还有武汉 武汉那么多 很多的数字 我们都没有拿到 确切的数字 那有的说 武汉死了十几万 有的说 武汉死了七十几万 有的政府 就是说 武汉死了几千人 那究竟 不管多少 我想死难者的家属 是极其的悲痛的 一个 VIRS 亲人就走了 有的一家 家的就不见了 那我们今天 一个人 所以我 我也 我的父亲母亲 离开我 我痛苦了很久 而且他们都是年老了 九十多岁了 离开我 我都受不了 那如果你看 今天文艺很多年轻人 亲人 丈夫 妻子 父母 儿女 就不见了 那该多么的痛呢 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 这个死亡呢 今天我们在复活节 在基督的复活里 我们找到了答案 我们今天 我们教会有两位同工 两位同工的母亲 都离开了我们 就在这一个礼拜之内 一个活到九十三岁 一个活到八十七岁 尤其我们那个八十七岁 那个九十三岁的 不太来我们教会 这个儿子 媳妇是我们教会的传导人 这个 这个八十七岁的是我们的知识 他这个八十七岁 这个老姐妹 哎呀 我现在每一天 我一祷告 我就闭上眼 我会想到她的英容笑貌 那老姐妹 是每个主日崇拜 都是最早来的 她参加主日学 打扫卫生 有时候在门口做招待 永远的微笑 永远的笑脸 面对每个弟兄姊妹 然后礼拜三的祷告会 礼拜三祷告会 很多人都忙就不来啊 老姐妹八十七岁 风雨不悟 来到礼拜三的祷告会 所以他离开我们 我们很痛啊 很痛啊 那我们怎么办呢 感谢神啊 我们有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 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约安福音 十一章二十五节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这话你信吗 耶稣说了 这话你信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信这话吗 我相信 我八九年被通缉的时候 我就怕死啊 我就怕死 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 我也怕死嘛 我就逃嘛 我就往北方逃 人家往南方逃 往北方逃 我逃的时候 我信了耶稣啊 我信耶稣最 能够最感动我的 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 很多人信耶稣 因为神的爱 因为弟兄姊妹的爱 但是我们这都有 可是很重要 是我能够相信他的 就是我不相信人会死 从我的主观观点 我怎么相信人 怎么会死呢 然后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 绝对不是的 不管任何一个宗教 都告诉基督 人是灵魂不死的 人就是肉体没了 灵魂还活着 当然我们没有到那个未来世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 当然我们从哪里看到 我从基督教的信仰看到 所以那些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这个对我来说 当时真的是一个盼望啊 信心啊 我想太好了 我如果信了耶稣 我不就复活了吗 对不对 我死了就复活 他把我抓到了 我枪毙了 我就复活了 我就复活了 我三天以后就复活了 复活以后我就去 我就去北大 我坐在我们教室的后边 想念同学们 他们一回头看见我 我吓死他们 感谢神 你看那时候 那想的想的多有意思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位神 真的给我们复活的盼望 所以让我们不要太忧愁 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 帖撒罗尼加前书 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 我们看到第十七节 我来读 那弟兄准备来看 我们屏幕上的经文 论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们 与耶稣一同带来 我现在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在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 因为主必亲自的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 所以你们当用这话 彼此劝勉 你们 哈利路亚 感谢神 神的话何能的宝贵啊 你看这里面怎么说 说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 这里面用了三次的睡 这个睡呢 睡就会醒 对不对 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不能活了 这个睡 刚才我们讲耶稣那个死 耶稣的 耶稣是胜过死亡权势的 那我们基督徒的死 那个不叫死 叫睡了 睡了就会醒 那我们 耶稣睡了三天呢 在阴间 但是耶稣就复活了 那么做神的日理 我们睡了 我们还会复活呀 所以呢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忧伤 我们 我们是有指望的 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 是因为耶稣带给我们的指望 我们相信一个 因为圣经英雄 凡信靠他的 凡信靠他的 就与他联合 所以保罗在 罗马书第六章说 我们既然在 死的样式上 与他联合 在死的样式上 与基督联合 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死在基督里边 基督也在我们里边 我们在死上与基督联合 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 与他联合 所以这个联合 如果我们不与基督同死 我们就不可能同复活 所以我们 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将老我就死掉 完全的死掉 这样保罗说 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弟兄姊妹 如果基督在你里边活着 你还会忧愁吗 你还会惧怕吗 即使我们现在工作没有了 即使我们现在收入减少了 即使我们现在每一天 关在屋里边 宰在屋里不能出去 我们还是很喜乐的 但是你知道真的 这个世界啊 没有主啊 这个关你一年啊 你真就关疯了 我今天看一个资料啊 说休斯顿 有一个警察局的资料 在一天 在一天之内 犯罪是零 因为人们都不出去了 外面都有瘟疫 谁也不出去了 对不对 抢劫是零 不敢抢啊 抢就把瘟疫的那个抢 你抢一个东西 里边带了一个病菌的 病毒的 那你不就糟糕了吗 这抢 抢抢是零 那这个瘟疫 这个抢抢犯罪 强奸都是零 因为怕这个都 传到自己的身上嘛 对不对 你知道 警察局 接到的 这个最多的是什么 夫妻打架 夫妻打架 在一天 八万多 全是 有八万多 家庭吵架 你看到没有 警察都处理不过来 为什么呢 关在家里边 男的不能上班 女的不能工作 不能会友 不能逛街 然后两个人 你看我 我看你 一句话都不好 就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好 这个火就出来了 就吵架 还好我们 风仑华教会 还没有夫妻吵架的 起码吵架 没告诉我 那我现在 我没有接到 他们吵架的 我就非常的感恩 还有我告诉弟兄姊妹 瘟疫到现在了 这么久了 我们风仑华教会 我们从纽约到洛杉矶 到华盛顿 到澳大利亚 到新加坡 我们没有一个 弟兄姊妹被感染 因为我们是最早 开始网络崇拜的 我二月底 我们就开始 网络崇拜了 很多人说 我没有信心的 很多人说 张牧师没有信心的 他们已经停了 我说怎么停了 我们从来没有停啊 因为圣经说 不能停止聚会 我们是转换一个方式 我们用网络来崇拜 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 而且我打电话 告诉哥夫妻 赶紧停 网络 我们在一起来聚会 不要弟兄姊妹 放在试探中 你知道今天 美国统计说 在什么地方 传染最多的吗 你知道吗 弟兄姊妹告诉我 三个地方 第一个老人院 第二个监狱 第三个教会 韩国最早也是 都是教会 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教会 那是新天地 美国也是 有一个牧师 救人不停 他说他祷告 他说方言 上帝就给他 让他聚会 结果现在被罚了 他们教会有中呢 他被罚了 罚了七千美金 还要 要他坐牢 要他坐牢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说 我们不要把弟兄姊妹 放在试探中 我们做牧者的保护 所以你牧者 你要有智慧来 牧养羊群 也要保护羊群 你不能把弟兄姊 放在病毒的试探中 可是我们在家里面 感谢神 过去弟兄姊妹 我跟弟兄姊妹分享 过去我一个礼拜 我就讲一篇道 礼拜天我去讲道 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出去不到 但是现在我天天讲道 对不对 我一二三四五六天 我一个礼拜讲七天道 所以我听的人更多了 你看上网都几千人 我们交去几百人吧 每个礼拜天 我准备一个礼拜 讲道几百人听 那现在我在网上 几千人在听啊 甚至传网 传到更多的人 那我这个张伯利 个人空间 我才短短的 一个多礼拜吧 不到两个礼拜的 这个直播 我那里边就四五千订户了 我们就每个每一天典籍都几万人啊 感谢神啊 所以他们可以在这听神的话 所以神的福音不因为瘟疫被拦阻 神的福音不应该环境被拦阻 神的福音不因为我们这个不能够去教堂被拦阻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 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通过网络 通过电话 通过微信 通过所有的 打电话 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 你现在你看你给纽约的地图 怎么传福音 很多很容易信主的 好多人告诉我 我今天接到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 给我说 怎么说 他说的话大概意思啊 就是给我留话 他就说这个 这个瘟疫到来 请请这个 你告诉我上帝什么意思啊 说请你这个传道人给我开示 他的意思是说 你告诉我 这个启示究竟什么意思啊 我就用神的话安慰他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要怕 不要怕 一定要啊 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所以你有看到 圣经告诉我们说 论到主里碎了的人 如果他没有在主里边 他现在面对危险 赶紧向他传福音 他受洗了 他再走 他就睡了 他就不是死了 他就睡了 所以我们知道 神必先 这是 因为号筒催响 号这个号筒催响 就是启示录讲的第七号 当第七号催响的时候 所有的死难者都会复活 大海要交出死人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到空中与主相遇 死了的先复活 然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 我们亲人走了 我相信我们在天上 所以我始终有个信念 我二三十年我不能回国 我见父母很困难 我们在香港跟妈妈见过 跟爸爸都没有见过 那我怎么能见他们呢 我始终相信有一天 我在天上会见到我的父亲 见到我的母亲 见到所有的天门 那些死难的人 我会见到他们的 只要他们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见到他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好好的传福音 好好的传福音 所以我看到复活 带来给我们盼望 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 在世上我们都会过去的 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神 给我们这一个复活的生命 他就是给我们最美的盼望 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说 他是我们的父神 照着自己的大怜悯 照着神是怜悯我们的神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重生了我们 你看多宝贵啊弟兄姊妹 你看彼得这个三字不认主的人 讲这话被圣灵充满 悔改了 上帝的灵充满他 他讲的的话 都是神让他说的话 他说 他照着他的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得到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如果你谈到基业 犹太人最懂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地上得点基业算什么呢 我们一套小房 然后我们有两个损款 这不算什么 但是现在 你要把财宝存到天上 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 我们看到世界 都过去了 在永恒的基业里边 我们有份 这就是上帝给你的 不朽坏 不貂蚕 然后呢 不玷污 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的 我们地上的房子会过期的 对不对 食物会过期的 金钱也会过期的 什么都会过去的 连国家有一天都会不见的 但是我们天上存留的 是永远不朽坏 不玷污 不貂蚕的 这个永远的基业 就是耶稣在天上 为我们存 所以耶稣说 我走就为你们预备地方 你们不要忧愁 不仅预备地方 今天也把最好的留给你 就是保卉师 圣灵保卉师留给你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不要惧怕 感谢主 所以我们 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就结束了 这个马丁路德 在宗教改革的 伟大的先驱者 马丁路德 他也遇到了一个瘟疫 就是当时西班牙的黑死病 欧洲这个黑死病 席卷欧洲 那时候教会怎么办呢 教会就是帮助那些 苦难中得病的人 那个时候他们还不会戴口罩 还没有 所以传染人很多 那马丁路德 就把家门打开 就接了好多得病人到家里面 为他们祷告 给他们大的安慰 给他们读神的话 那当时他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结果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就感染了 14岁 感染了这个病毒 在他临死的时候 马丁路德给他女儿祷告 他说 父啊 我深爱我的女儿 但是 愿你的旨意成就 马丁又问女儿说 你想与我在一起 还是与天上的爸爸在一起 女儿回答说 阿爸 愿上帝的旨意成就 在他女儿的安息礼拜里边 马丁路德建成说 我的女儿 总有一天会起来 像明星般照耀黑夜 我一方面感到伤痛 但另一方面 却是无比的平静安稳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世界 我们会平静安稳吗 我们离开这世界 好像我们的人生结束了 但是从圣经来看 我们的人生没有结束 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永恒中 永恒中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 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我去旧日为你们预备地方 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 信我从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相信神 我们人生才有盼望 所以像圣经所说的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信的是枉然的 我们扔在罪里边 但是基督复活了 哈利路亚 那个基督不仅复活 也让我们相应他的 也和他一同复活 所以我们不丧胆 我们外体虽然朽坏 我们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所以保罗说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愿复活节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 安危和盼望 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 弟兄姊妹的出路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在这复活节的时候 是你信耶稣最好的时候 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 你愿意打开你的心 像三十年前的我一样 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请你跟我祷告 如果你弟兄姊妹 你心里有忧愁有重担 或者你还在疾病中 还在患难中 在恐惧中 你也跟我祷告 让神复活的主 进入你生命中 把属天的平安带给你 哈利路亚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献上感谢 因为你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了 让我们这相依他的人 虽然我们生命离开 我们也可以一同复活 主啊 我们在这时候为 那些在苦难中的人祷告 为纽约 为全世界 在瘟疫的威胁下的 为瘟疫这个疾病 搅扰下的 威胁下的 那些被死亡 为人来祷告 耶稣赐给他们 最美的救恩 赐给他们 属天的平安 也赐给他们 死里复活的确据 主让我们今天相信你 主啊 我们这是看到 主在天上 为美好的家 安慰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也让他们和我们 一样的喜乐 和有盼望 因为论到嘴里睡了的人 我不愿 弟兄 我们不知道 免得我们忧伤 因为相信主耶稣 必将他们带来 让我们可以在空中 与主相遇 与我们的亲人相遇 亲爱的主 也祝福我今天 愿意接受你做救主的 每一个 你所拣选的儿女 打开他们的心 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 承认你是他们生命的主 让他们一生一世 跟随你 走永生的路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要食べ drastic Bal Ty 球 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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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